绿鹰旅店大厅 咕嘟咕嘟哈 罗森喝完了盆中最后一口蔬菜浓汤 满足地叹了口气 好吃吗 莉莉丝坐在她身边 眯眼微笑着 就如一个照顾弟弟的暖心大姐姐 罗森连连点头 特别好吃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午餐 她脸上又浮现出一丝担忧 莉莉丝小姐 非常感谢您的款待 不过我出来已经够久了 得马上回去了 说完 她就起身离去 别急吗 咱们再说说话 莉莉丝伸手将站起到一半的罗森按回到了座位上 这个稍显蛮横的举动让罗森心中一领 叶英会也不是善查 若没人制衡 别说学法术了 这辈子能不能得到自由都是两说 而就算我用尽方法得到自由 也肯定耽误了学习法术的大好时光 大好少年时光 正该奋发向上 怎能一直蹉跎在一群鬼欲小人身上 于是 她立即启用风险更高的备选方案 罗森顿时急了 连连摆手 不不不 咱们下次再说吧 不然导师会责怪我的 莉莉丝干脆直说 小家伙 实话告诉你吧 他再也不是你的导师了 更不会责怪你 他原以为 说完这话后 少年应该会大松口气 却没想到 少年脸色瞬间大变 竟充满了失落 少年失魂落魄 自言自语道 怎么会呢 导师怎么会不要我呢 他明明说要我当他的法术学徒 还要叫我法术的呀 小家伙 你可真是天真的可爱呀 莉莉丝兮兮笑起来 笑容中带着一丝辛辣的讥讽 那法师是个满口谎言的自私鬼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他说叫你法术 不过是为了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画画罢了 却没想 少年连连摇头 不不不 导师没有骗我 他一开始就和我明说了的 我为他画画 他叫我法术 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说着说着 少年眼角就湿润起来 似乎十分伤心 见少年这么依附软弱愚蠢的模样 莉莉丝悦发觉得不屑了 要不是因为对方有一首出神入化的话计 这时候他早就一巴掌扇过去 让这傻小子好好见识下真实世界的残酷了 看在金币的面子上 他忍了 他奈着性子 温言安慰 相信我 他肯定不会叫你法术的 话音刚落 一个淡淡的声音从楼梯口飘了过来 莉莉丝小姐 在背后诋毁一个正是法师的名誉 可不光彩 莉莉丝抬头一看 就见塞勒斯正缓步走下楼梯 朝他们所在的角落走过来 少年罗森立即站起身 小跑到塞勒斯身边解释 导师 我不是有意的 是他不让我回去 还骗我说您不要我了 塞勒斯抬手轻轻拍了下罗森的肩膀 脸上显出一种如父亲对待儿子一般的温和 导师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是我唯一的学徒 我会的本事 终究是要全部交给你的 罗森顿时满脸激动 多谢导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 一定会全力学的 莉莉丝看不下去 忍不住吃笑一声 欺世上所有的悲剧中 都有一个傻瓜和一个骗子 塞勒斯又拍了拍罗森胳膊 在楼梯口等我 随后 他走到大厅角落桌边坐了下来 正色说道 我以金色黎明学院初代院长波秋加大法师的名义发誓 我会全力以腹地教导罗森 使他成长为一个正式法师 现在 你信了吗 莉莉丝眉头微皱 用近乎耳语的音量道 法师 你执意要和我们夜莺会作对吗 塞勒斯摇了摇头 同样低声回复 不 是你们夜莺会太过贪婪 本来有钱大家一起赚 大家都高兴 你们却想一口拳吞下 这吃香可真够难看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塞勒斯淡淡一笑 你也看到了 罗森吃谜语法术 而我是白马阵唯一一个自由的正式法师 只有我能满足他的愿望 莉莉丝眉头宁在一起 那又如何 难道他不学法术 就画不了话了 塞勒斯已经闻到了胜利的气息 他抬手轻轻敲了敲桌面 发出嘟嘟的声音 就如发动总工钱雷响的战股 在绘画上 罗森是天才 但他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性格非常的执拗 认准什么 就会埋头去干 你当然可以阻止他学习法术 但这同时也会扼杀他在绘画上的热情 到时候 你们夜莺会什么都得不到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虽然这么说 但莉莉丝却已经相信了七八分 因为罗森之前的表现的确是惊人的傻气 一看就是那种有一头蛮劲的傻小子 塞勒斯适时退让一步 绘画的收入 我只占四成 我保证 绝对不会对这孩子下毒 使用诅咒 并且时不时在法术上给他一些指点 满足他的对法术的好奇心 让他能一直保持高涨的绘画热情 莉莉丝陷入沉默 他转头看了眼等在楼梯口的少年 只见他满脸局促不安 时不时朝这边张望 脸上带着非常明显的焦虑 看得出来 这家伙很担心会被塞勒斯抛弃 塞勒斯也看到了 还对罗森微微笑了下 以示安慰 他低语道 别忘了 是我发现了他的才能 我也是他最信任最尊敬的导师 我的每一句话 对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莉莉丝被说服了 卖化的收入拟占四成 但我的条件是 他不能和你住在一起 除了教导法术外 你不能接触他 而就算是教导法术 我也必须在场 以免你暗中使坏 见塞勒斯沉默不语 他咬牙威胁 白马阵的确只有你一个闲散的正式法师 但整个北境的正式法师却有千千万万 还有 我之前给你的二十克朗 还给我 塞勒斯轻叹口气 同意了 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但新住处的开销你出 莉莉丝耸了耸肩 眼犯鄙视 我可不会像你这么抠门 明明是聚宝盆 却让人睡地板喝毒药 以后 他就住在绿鹰酒店最大的客房 和我住一块 哈娜你可要小心 别被他发现你的真实模样 说完 他起身朝罗森走去 脸上挂满了微笑 孩子 我打算给你安排个新画室 还在绿鹰旅店 就住在我的隔壁 听到这句话 罗森心中大为喜悦 他这一通盘算 最低预期是借莉莉丝摆脱塞勒斯 先画出名堂来 然后再找机会学习法术 而现在看来 塞勒斯比他想象的要给力一些 于是 他左右逢源 达到了预期的最佳结果 他也没有掩饰这份喜悦 高兴地差点当场蹦起来 真的吗 导师 这可真是太好了 莉莉丝也跟着走了过来 温柔地笑 罗森 我和你导师说好了 以后你就和我住一起 我会照料你的衣食起居 你只管专心学习法术和绘画就好了 罗森脸上喜色更浓 莉莉丝小姐 很高兴您能解除对我导师的误会 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我一定会努力画画的 保证不会让学习法术耽误了画画 见他这浮憨傻模样 莉莉丝强忍住出言嘲讽的冲动 心中却是暗翻白眼 真是傻子快乐多 被骗得团团转 竟还在高兴地貌鼻涕泡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